很多人都有写过与梦想相关的作文题目 大家最常写的不过就是老师、警察、医生之类的吧 然而 长大后有多少人真的能够实现梦想呢? 下面这位推特网友分享的故事就是一个奇迹 男主角因为小时候崇拜假面骑士 长大后居然还真的当上了假面骑士 这个男孩就是少年时代的左野月 他小时候非常崇拜假面骑士工我 没想到最后自己也变身成了假面骑士凯武 这是一张奇迹照啊 D.O.文的故事是左野月以前受访时说过的真实故事 5.照片也是他的父母的至儿子争选上假面骑士凯武后 5.特别把左野月儿时去看英雄秀时 跟假面骑士工我的合照寄给他收藏 也有网友表示这样的故事很令人感动 还曝光说很多的假面骑士 骑士也有自己崇拜的英雄 红山莲 假面骑士W 崇拜Black 杜库秀 假面骑士W 崇拜工我 竹内梁真 假面骑士Drive 崇拜 555 新明郡 假面骑士 Ghost 也是崇拜空我 半岛宽奇 假面骑士 XA 崇拜龙奇 选思贵账 假面骑士 Bill跟奥野状 假面骑士 Zio 都崇拜 Kabuto 绯闻获得很多人分享后 这个奇迹居然还传到去当时跟左演阅合照的特技演员 这个空我当时是我扮演的爱 我全身都洗鸡皮疙瘩了 我有照片 日期 地点也一样 我当时竟跟未来的假面骑士握过手 我还记得前辈们常对我说 很多人觉得这些表演只是每周一次的英雄秀 但是对很多小朋友来说 却是一辈子只有一次的英雄秀 他真的说得很对 同一天的晚上 Music Station也出现假面骑士凯武 奇迹不断 这些有假面骑士串联起来发生的奇迹真的太妙了 所以说 不要小看小朋友们的梦想 你永远不知道哪一天他的梦想就会真的实现了 为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